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中国首条海上高铁成功贯通 时速高达350公里 能够抵御12级台风 对此美国民众却提出质疑 认为中国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海上高铁 然而在通车当天 BBC记者前往现场彻底懵了 那中国究竟如何在海上建造高铁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中国高铁已成为一张享誉世界的名片 根据国家铁路数据显示 到2022年底 中国的高铁总里程已经达到4万公里 比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高铁夹在一起还要长 高铁建设让我们锤炼出了大批的高铁技术人才 可以征服各种各样的复杂环境 而随着中国首座高铁跨海大桥的成功贯通 表示着我国高铁迈入可以跨海行驶的时代 近日据媒体报道 中国首条海上高铁成功贯通 它就是福沙高铁泉珠湾跨海大桥 位于福建省沿海地区 北起福朱是南至厦门市 全长277.42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海上桥梁长8.96公里 应受至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此项工程的建造极其复杂 而对于这一国家百年工程 网友纷纷赞叹太厉害了 让时速350公里的高铁 从风大浪及的海面上平稳通过 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需要世界顶尖的桥梁技术 与高铁技术的完美结合 在福沙高铁泉珠湾跨海大桥上 将得到完美的体现 福沙高铁泉珠湾跨海大桥 是我国乃至全球首座高铁跨海大桥 同时也是福沙高铁整条线路中最为关键 难度也最大的控制性工程 福建作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 对交通的要求自然也非常高 为了改善当地交通条件 中国选择在福州与厦门之间 修建一条沿海高速铁路 并且采用中国高铁的最高规格 跨海高铁的设计要求是能抗12级台风 并且和陆地高铁一样 标准时速可达350公里 但作为世界首例跨海高铁线路 在缺少可行性参考的情况下 它的建造难度有多大 究竟如何做到的 虽然中国目前在高铁 跨海桥梁建设方面经验丰富 但想要顺利完成这一项目 却并不简单 因为该桥位置恰好处在 沿海高风速带上 海风猛烈而且迅疾 假之常年阳雾弥漫 一般建筑在这种环境下 很快会被俯视和破坏 因此如何在缺乏参考性经验的 前提下解决问题 并确保福沙高铁 全周湾跨海大桥的工程质量 完成能抗12级台风的建设目标 是一个大难题 作为全球首座设计通行时速 达到350公里的高铁跨海大桥 设计团队几乎没有任何 可以参照的案例 想要建成这座大桥 就必须在桥梁设计和工艺上 进行创新 对于全周湾跨海大桥来说 主要的建设难担有以下三个 第一 大桥所处海域风况复杂 列车通行时速高 全周湾高铁跨海大桥 所处海域不仅风速大 而且疯狂复杂 每年六级以上的风力天数高达91天 一般情况下 强劲的风力会使得大桥产生 严重的上下振幅和横向晃动的现象 影响列车的平稳行驶 而全周湾高铁跨海大桥的设计标准是 八级大风中列车无需限速 十一级大风中无需封闭交通 十二级强台风中大桥依然稳如磐石 为了能够达到设计标准 设计团队创新性地使用了流线箱形结构的主梁 并附加设置了减震栏杆 导流板 拉索电污流阻尼气等设施 有效避免了大桥在复杂风矿环境中产生的锅震 团队在经过一系列的风动摄压后得出结论 采用了这种设计的大桥 在十二级强台风中产生的锅机震动被控制在了惊人的五毫米内 这一锅震数值足以表明 泉州湾跨海高铁在八级大风中依然可以做到硬币步道 第二 大桥所处海域航运繁忙 泉州湾跨海大桥所处的位置是一片航运繁忙的海域 为了保证桥底的船只正常通行 桥梁就必须加大主框 泉州湾跨海大桥的主框长度达到了400米 福沙高铁总工程师介绍说 建设如此大跨度的桥梁就像拼接木一样 但是在拼接的过程中必须严丝合缝 然而在海上施工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 为此 设计团队研发了一套和龙施工智能监测控制系统 最终使得和龙口周线偏差仅为1毫米 相对高差则更是仅有0.5毫米 如此高水平的施工工艺不由得让人竖起大拇指 第三 大桥处于高岩高湿腐蚀环境中 由于跨海大桥处于海洋气候高岩高湿腐蚀环境中 桥梁的重量结构很容易被锈石 以往的解决方法是定期除锈涂气 但这种方法在后期会很繁琐 而且会影响高铁的正常运行 为了彻底解决锈石问题 设计团队在国内首次使用了耐海洋大气腐蚀钢 这种光彩力添加了少量铜 涅等耐腐蚀元素 并且在冶炼的过程中运用了新的技术和工艺 在投入使用后 即便是不涂油气也不会被腐蚀 在全世界都处于顶尖水平 目前 福沙高铁全州湾跨海大桥已经成功贯通 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运行当天 英国bbc新闻记者前往现场 彻底被中国的建造机翼折服 并且表示 如今的中国已经太强大 面对困难都可以出色地完成各项超级工程 全州湾跨海高铁已经成为福建省内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铁 可一举突破东南沿海地区的铁路瓶颈制约问题 福州至厦门将由原来的二小时车程缩短至一小时 建设像全州湾跨海大桥这样的超级工程 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工业水平 而我们能打造出这种世界顶尖的高铁跨海大桥 就足以证明我国的综合工业水平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中国已经熟练掌握了高速铁路的建设技术 在速度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主力车型线上运行时速可达350千米每小时 同时还建成了贯通国内的八横八纵高速铁路网 已然成为了世界上铁路网建设最完善的国家 催问 中国在修建跨海大桥方面经验也十分老道 设计了包括享有多项世界第一荣誉的港珠澳大桥 推动山东半岛城市群建设的青岛海湾大桥等等 为福沙高铁全州湾跨海大桥的成功建设奠定了基础 尽管中国已经建成了港珠澳大桥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跨海大桥工程 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了极建狂魔的实力 而且全州湾也建成了跨海高速大桥 中国在建造跨海大桥方面可谓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但高铁跨海大桥不同 它需要更高的标准 尤其是到了夏季 福建沿海地区经常能够遭到台风的袭扰 在这样的背景下 对大桥抗风能力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有专家认为 这座跨海高铁大桥的建造 将再次推动中国在跨海桥梁和大跨度高速铁路工程上的发展 而在未来这座花费数亿的工程 将直接带动福夏地区的经济发展 随着中国跨海大桥在技术上的开拓进去 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的跨海大桥技术 将长期稳居世界第一的宝座 这样的基础建设实力 也将能推动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更为关键的是 未来中国有望在此基础上 成功修建跨海峡大桥 从而再次让全世界认清楚中国的基建实力 福沙泉舟湾大桥的贯通 标志着中国高铁从路上行驶 迈入了可以跨海行驶的新时代 拥越过高山 越过平原 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来形容中国高铁的发展在何时不过 据不完全统计 当前中国高铁运营里程 已增至3.79万公里 不论是高寒冬土地带 还是热带丛林地区 都有着中国高铁的足迹 如今这些高铁的陆续建成 使得中国内陆地区经济发展获得助力 如今人们从福州出发去厦门 乘坐高铁仅仅需要一个小时 较过去节省了一半时间 这对推动两地经济发展 人员往来具有积极作用 同时建设东南沿海的高铁往线 强化其与国内其他省份的交流 对于未来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 实现先富带动后富的社会发展目标 意义重大 全州湾跨海高铁的开通 对福建省经济发展而言 绝对能够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省作为中国沿海城市 在经济发展上至后于乡邻的广东省与浙江省 但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 福建省的经济实力也将大幅度提升 让中国东南地区的经济实现腾飞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